兔兔魔王的陪宅生活 Hello 大家好 我是兔兔娃 歡迎來看到第二集 上一次我們介紹了大型的娃娃開箱 這次我們來介紹後面的這些小商品吧 首先我想要介紹的是寶可夢系列 對 上次我們雖然說有介紹了大型的寶可夢娃娃 但還有一些零碎的小寶可夢系列我還沒介紹 所以我們想要先來介紹這樣的商品 我們看一下吧 寶可夢商店呢 它有很多的寶可夢商品 當然每一間店別會有不一樣的商品 這個兩個呢 是我在大阪店 就是店員那時候有發給小朋友一些面具 剛好呢 我就是很喜歡 所以我就請店員給了我皮卡丘的 然後另外一個狗狗的是家人給我的 Kyoto 大家可以看到說 它這個皮卡丘上面有一個 Kyoto的Mark 這就是京都限定版 也就是說它裡面有一個寶可夢的套組 有大隻的皮卡丘 然後小隻的皮卡丘的卡套 以及一隻最迷你的在側邊 這隻是皮卡丘的吊飾 旁邊這隻夢幻 它很貴 它是我在抓娃娃機 抓娃娃機店抓到的 然後因為那時候不懂 所以花了大概兩三千的日幣去抓它 其實這隻的成本價 應該只有一千塊日幣左右吧 我覺得應該沒有到兩千塊 那時候假的超貴 下面可以看到說這邊有一個 空姐皮卡丘跟 機長皮卡丘 這兩隻是關係空港限定的 神器寶貝商品玩偶 那就是每一間神器寶貝中心 都會有不一樣的限定商品 這個是最後一天我要離開的時候 它們剛好出的新商品 就是情人節的版本 有公的皮卡丘跟母的皮卡丘一組 它是拿著奶油還有就是 巧克力餅乾 皮卡丘造型的巧克力餅乾 那它們兩隻是黏在一起的 可以看到它們有縫在一起 兩隻一組一起賣 很可愛 這個是我在環球眼神買的蜘蛛人的小娃娃 它的手有吸鐵 可以吸在冰箱 所以我們家人就一起買了一個 所以我們家人就一起買了一個 所以有兩隻 很可愛 可以這樣吸煮 再來是 POPCO POPCO的趴娃 它是抓娃娃機店 又是抓娃娃機店 超貴也是超貴 奉勸各位子民 如果你不會抓娃娃 千萬不要去抓娃娃機店買娃娃 真的超貴的 然後這隻是那個 松鼠的皮 它是西洛潭系列的皮 嗯 我有一隻西洛潭 它是這種Size 然後它可以把它的皮 裝在那個西洛潭身上 非常可愛 下面這邊的是 嗯 迪士尼商店 它有洗澡招的 瘦吉兄弟 然後有京都限定的 Froofy Froofy娃娃 軟軟的很可愛 這隻是 夾扮成瘦吉的 大雪熊 你看它有一個 這樣的牙齒 也很可愛 然後這隻 西洛潭 它也會把補腳 這隻是新春的一番賞 西洛潭 嗯 那時候新春西洛潭 一抽好像是 五百五日幣吧 台灣一抽就超貴 台灣一抽好像兩三百吧 所以我覺得日本的 就是 畢竟不用運費什麼的 比較便宜 所以如果有機會 去日本的子民 可以去抽他們的一番賞 六圍的髮圈 後來我要去Jump的商店 Jump他們專賣店 我看到了我的童年 莉拉莉跟 拉比 而且終於是初代的 他們的那個團服 超可愛的 趴娃 超可愛 然後這邊這兩隻狐狸 是我在稻河神社找到的娃娃 也是很可愛 它也是趴娃 然後這個是沙包 再來還有在商店街 看到的 就是小刺蝟娃娃 以及 小雞娃娃 然後這隻 呆呆的 呆呆的那個 Olaf Olaf是 Snoopy的哥哥吧 然後他 就是也是在 商店街 日本商店街真的超多 在商店街找到的趴娃 我真的很喜歡他 然後這邊還有一隻 是小熊學校的小熊 超軟 超可愛 之前我有就是介紹過小熊學校 我也很喜歡他 這隻是在京都店買的 好像也是日本限定的Melody 很可愛 然後這隻是在大阪店 大阪限定的大二狗喜拿 大二狗在日本人氣超高耶 那時候我去看到有京都水族館 然後還有那個 另外一家叫做 什麼的抹茶 專賣店 也都跟洗拿有合作 還有一家是那個 金座和冰淇淋 之後我也會上這個影片 也會有洗拿的合作 然後還有一間洗拿的咖啡廳 可惜我那時候 最後要走的時候才發現有洗拿咖啡廳 所以很可惜的是沒有去洗拿的咖啡廳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說這邊有哈利伯特系列 這個是我在環球買的 環球銀城買的系列 系列商品 這個是那時候我太猛 環球銀城風超大 等到我耳朵痛到不行 送不了只好去買這個耳罩 那時候好像是Elmo 然後Kitty跟Snooby吧 我只有買Snooby的 因為那時候我的衣服配色我覺得這個最大 這區我們可以看到 有 哈利伯特裡面的那個跳跳蛙還是什麼的 那個巧克力喔 之後我應該會開箱 還有他們的 全口味道 那時候買的奶油啤酒罐 他們有那個菲子 然後還有這隻 妙麗的貓咪 以及這個魔杖喔 這魔杖超屌的 那時候買其實不便宜 魔杖一隻要4900日幣 但是因為它這個前端有一個 紅外線的感應喔 你可以去園區裡面 園區裡面有 它會給你一張紙 就這張 園區裡面它會有這張地圖 你可以跟著那個地圖走 然後去探險 去做這個魔杖的互動 後面是家人的餅乾 然後這隻很可愛 這隻其實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就是它也是在商店街買的 小動物 再來是神社系列 神社系列是這個小狐狸的手偶 然後狗年會馬 以及一些御守 家人的御守 後面還有就是家人們 家人們買的面具 超多 只有這個是我的 這隻粉紅色是我的 其他全部都是都不是我的 都是家人或朋友的 這個洗拿的小袋子 很可愛 是Lawson合作送的 就那時候你買三個 Cronky的餅 你買三個Cronky的巧克力 然後它會送一個洗拿的這個 購物袋 也不是購物袋 就是一種文件袋 它有四種可以選吧 然後那時候我選洗拿 因為我覺得洗拿最可愛 再來是一些 像是這個 這個我之後也會開箱 這個 糖果 超可愛的 還有就是他們的 超市賣的盒碗 哈哈 迷你Q 然後這是出奇蛋 Omiyage系列喔 這邊都是餅乾糖果 然後還有藥品 這些都是我家人的 然後 這裡面的化妝品 這個是 眼線 然後這個是我姐姐的 哈哈 反正這些 這些系列 就是只有眼線 是我的啦 然後還有這個是 糖果系列喔 這真的超可愛的 然後日本的 日本的這個 泡麵 我超喜歡吃 那時候 好像台灣的商店賣 90塊吧 可是日本那時候 折的台幣只要60塊而已 真的超便宜的欸 一些 零食 然後這是那個 超酷炫口罩 這也是我姐的 再來是這個 這個真的超酷 這個是我在 抓娃娃機店抓到的 這個東西 只要300日幣 就抓到了 超便宜的 這麼大一罐 超大罐 然後我最愛吃的餅乾 然後那時候日本販賣機 很多 日本的飲料販賣機超多 那時候我去買 它有熱飲 這罐超好喝的 好像那時候買 110而已 日幣 很便宜 後來我還有在一家 後來我在京都那邊看到 有一家投罐機 只要80塊 超便宜的啦 那時候就很可惜 因為那時候趕路 所以只有投了一罐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 透明奶茶跟透明檸檬茶 80多塊日幣而已 台灣有不肖商人 一罐就賣80塊台幣 但我覺得這個東西 根據我在日本朋友說啦 他們說不好喝 我是想說帶回來開箱給大家看 所以我就有買 然後選基金 我跟你說 日本真的超乾燥 那時候我去 過沒兩天我臉就烈了 就是它的 它氣溫低就算了 然後還很乾燥 所以 我受不了 就去買乳液了 然後這個就是 害羞的內衣 哈哈 日本女生超喜歡買襪子跟內衣的耶 那時候日本超多專賣店就是賣襪子 然後順便賣內衣 也有內衣專賣店 日本內衣超便宜 好貴 這個 這個是小狐狸小姐 狐狸小姐的暖暖包 那時候我也是在老神商店找到的 那時候太冷了 想說買暖暖包 然後剛好看到這個很可愛 我就買它 還有這個轉蛋系列 不解釋喔 最喜歡轉蛋了 之後呢我也會出轉蛋的影片 那各位可以就是之後再看看我的影片囉 以上就是我在日本的大採購戰利品介紹 當然不全是我的啦 也有一些是我家人以及朋友的 但是我就是全部拿出來一起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你還喜歡我的影片 也歡迎你訂閱 按讚 控制 分享給其他的朋友 加入我 收的子民 然後我會請徵 我們世界囉 掰掰